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今天我们还是首先从里约奥运会说起 弟弟你听说过斐记吗 没听说过 好吧我也没听说过 但是有很多人都去那里旅游 特别是中国人 那个国家只有90万人 还没有北京朝阳区那么大呢 那有旺京那么大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么小一个国家 他们在这次奥运会上 第一次拿到了金牌 以前没有得过呀 从来没有 这次他们得到了男子七人制 橄榄球比赛的冠军 特别是打败了英国夺得的冠军 哇好厉害呀 整个国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在他们的首都到处是骑车喇叭声 或者是庆祝什么的 拿国旗 是啊 拿着国旗跳舞 商场都不开了 关门去庆祝啦 啊肯定很高兴 是的 今天是奥运比赛第六天 我们也很高兴 最高兴的事情 男子单打乒乓球 金牌归我们 还有银牌也是我们的 金牌是马龙 银牌是张继科 都是我认识的 别说你了 小看你 不过自己和自己打 所以在颁奖的时候呢 两个人一起唱国歌 生起了两面五星红旗 太骄傲了 我们辛苦了 同胞求叔叔 但是呢 也有苦恼的是 我们的一个游泳运动员 叫陈欣怡 人家说他服了兴奋剂 真的吗 反正现在说要再检查 而且说他身体里 有一种今年不能吃的药 真的有吗 现在只能等消息 不不 希望不是 儿童新闻播还在继续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 我看的照片好难过呀 我也是 大象妈妈太可怜了 人太坏了 我们也是人呢 总有坏人吧 因为象牙 长在大象的头骨里 为了得到完整的象牙 偷猎的人 会把大象的头 切掉一部分 只切到很多 嗯 大象妈妈也不放过 还带着宝宝 坏人才不管呢 所以现在 每15分钟 就有一头大象死去 好可怜呐 是啊 而且 你以为你戴象牙 就变得漂亮了 还是很丑 越来越丑 儿童新闻离夫 做到这里 我是小虎 明天天天 我是小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打开